实现财务自由是很多人的小目标,但在本书作者MJ·德马科看来,绝大部分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,最终与目标背道而驰。 而作者认为,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财富自由,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拥有健康而幸福的人生是可行的。 秘诀就是尽早踏上财富快车道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作者看好的三条高速快车道,以及两个要点,影响力定律,时间比钱更值钱。 第一部分,三条高速快车道。 白手起家,如何快速获得财富? 作者给出了最强的三条高速快车道,每一条上都涵盖了许多的分支,如果能将三条融汇贯通,你就有很多条道路可以选择。 第一,互联网生意。 如果观察财富名人榜单,近十年里,互联网行业出现的超级富翁远比其他行业更多更快。 这条道路上的分支大体有七类。 订阅服务、内容服务,例如公众号、引导性销售,例如软文、社交网络,例如网红直播、中介系统,例如58同城、广告、电子商务、淘宝等。 第二,创新产品或服务。 这一项包括两步,创新与销售。 以写作来说,创作是生产产品,而通过平台发表获得报酬,或者集结成书,卖给读者,就是销售的过程。 第三,创造规模效应。 传统行业采用的薄利多销策略就是最常见的方法。 近来兴起的共享经济,也是利用规模效应来获取利润的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,从零到一再到一百万,最快路径就是将三条道路结合。 近两年,利用知识付费大潮,开设网络课程,写推广文章,朋友圈销售等,都是走在互联网创新与规模效应相结合的道路上。 而这其中,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影响力定律。 第二部分,影响力定律,怎么挣到一百万? 如果你是一年能存五万元的工薪组,得花二十年。 如果你是企业高管,那么一年就能做到。 如果你是有千万粉丝的自媒体人,只需要一个小时。 某自媒体大V的新课程上线,仅十个小时就收到学费超过一千万。 差距就源于影响力定律。 在一个实体中,你能影响的人越多,你获得的财富越多。 影响力等于影响规模乘以影响力等级。 以上面的例子来说,普通工薪组能影响的人最多就是自己所在部门的人,影响力的规模很小。 企业高管能影响几百上千人,自媒体大V能影响的人高达千万。 最终,不同的影响力规模带来了不同的利润。 这正印证了作者的总结,影响百万人就能赚到百万元。 同样产生作用的还有影响力等级。 比如,同样是销售房产。 如果你做普通房屋的销售,你能挣的提成是几千元。 如果你做别墅的销售,那就是几万元。 如果你做房地产投融资,获利就是上百万了。 谁能将规模和等级结合起来,谁就是亿万富翁? 比如唐纳德·川普。 普通人怎么做? 互联网加创新的模式就是绝好的途径。 即便你不是一个粉丝上千万的大V,也可以借助今日头条、德道、分达等平台,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规模。 而通过自身不断学习和创新,影响力等级也会随之提升,最终形成良性循环。 比如,同样是写作课、基础技巧课与附加投稿渠道的课程,收费和学生数都会相差甚远。 第三部分,时间比钱更值钱。 选择了走上财富快车道,最值钱的是什么? 时间。 时间是提升影响力,创造一切财富的基础。 然而,你真的知道自己的时间多值钱吗? 奶茶店开业,买一送一,双十一全网打折,你辛辛苦苦花了几小时,最终节省了十几块,甚至只有几块钱,真的捡到了便宜吗? 不如算一算时间值多少钱。 时薪等于,全年工资减去工作花销,整体除以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。 假如,你每个月收入八千元,每天上下班坐地铁花费十元,花费一小时,每天工作八小时,每月二十天,你的时薪就是43.33元。 假如,你同时还兼职写作,写一篇文,要用三小时即35元的咖啡,获得稿费500元,那么兼职时薪为155元。 而如果你用三小时备课,就能创造出超十万元的收益,一小时又值多少钱? 对,也许你根本不兼职,那你的业余时间就不值钱了吗? 不,你浪费的更多。 寿命等于自由支配的时间加受约束的时间。 想想看,你挣钱的时间里是不是没办法随心所欲? 所以,用来赚钱的时间就是你的受约束时间。 生命里余下的时间才是自由的。 比如,你每天工作八小时,才能在晚上自由地上上网打打游戏,工作一年才能换来一周的待薪假期。 所以,自由自在的业余时间,其实是你通过被约束的时间换来的,它也是值钱的。 以排队为例,如果你工作八小时,才能下班休息两小时,你排一小时队,时间价值就是172元。 要走财富快车道,就要真正的重视时间,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资产。 用公式计算下时间价值,是选择花两小时强打折货,还是花200元请人打扫房间,自己放松或者兼职,你会有答案的。 普通人的崛起并不是神话,但我们首先要学会做正确的事,包括选择正确的道路,有强大的时间观念和不断提升影响力。 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在这些方面给你带来启发,记得给我们点赞鼓励哦。